大佬 这些东西放在厕所就不放在厅外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运程滴滴地呢 愿望还未显化 原因就是你和你的内在小孩还未签好 和内在小孩连结 将所有的问题一五一十地解除 你的人生就会好像开拐一样 因缘、金钱、事业、健康全部都会回来 还不快点来报名 有粉丝问我 比加sir 好了 放在厕所里面的水晶 是不是要定期做淨化呢 有未必 要看情形 例如黑耀石 黑耀石是什么 它是专门吸负能量 吸不好的东西 一般来说是半年至一年 但如果不是 无故出现八点或者异仗或者破裂 即是告诉你马上更活 留意你更活的时候 看看它是真的八点 还是你困化 不要搞错 第二就是黑壁锡 黑壁锡也是放在厕所里非常之好 它是怎样处理呢 如果真的有很多层铺在这里 找些没用的牙刷 拆下它 不要用水晶 因为它有些云母是好东西 云母也是能量强一点 一般来说 黑壁锡在厕所里面放三几年 如果你更换的就是三几年就要换新的了 到这个方解石 方解石我们也有说过 它的吸的能量亦都很强 留意怎样去做正法 如果铺了很多层 或者有时我们洗手不觉意地滴水进去 那你当然要抹干净它 有层放在水油水中冲 冲它半分钟 记住要抹干净它 抹干净就好了 放下它才能吸到负能量的 如果它有层有水分它是吸不到的 以上这几种就是教你怎样去净化 还有记住 在厕所里面 如果你说真的 我的水晶哪里 我现在不用了 放出来放在厅 不建议 因为放在厕所里面 厕所是一种负能量的地方 如果你拿出去 用去其他方面 这样就会影响你其他的能量场 一点都不建议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绝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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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